美商宝雪森记集团在澎湖举办健康讲座 并针对基因的检测 心血管疾病等主题 分享预防的小PayPal 以及实际的行动 来与现场许多重视健康的民众来分享 对自己的身体重视 早期去评估就可以知道 你是不是带有这方面的基因 如果有你也不用担心 也就是这一部分的追踪要比较密切 但如果你没有带有癌症基 其实你就不用花太多的费用 去做一大堆不必要的检查 那回到我们的功能医学里面来讲 其实大家如果有在看一些 网络一些文章都要得知到 其实免疫的部分是不是跟除癌 是不是也有相关性 在我们人体免疫系统上 就是最大一个系统 主要就是清除外物 废物跟这些不好的东西 保护我们身体健康 那照理来讲 癌细胞 爱死属必须要清除的物质 那我们人体为什么没有办法清除掉它 重点就出在免疫系统 那我们讲的功能医学 主要就是用营养来调节免疫清除力 至于另外一个 嘉义章姐的细胞治疗部分 它是把直接的需要细胞去增殖 也一样 最后目的都是达到人体内 免疫清除力大增的情况 藉此来清除掉这种癌细胞 会中由高雄怀会诊所 吴东阳医师 谈到精英检测的重要性 功能医学的趋势 消除慢性病等相关的分享 最大的希望就是一个医师的使命 希望人都能健健康康 保雪生计也肩负同样的使命与愿景 看见生物科技技术的进步 相信人类的寿命 可以健康活到120岁 正因如此 保雪除了在各地举办讲座 推广健康的新观念之外 更希望大家落实预防剩余治疗的观念 并做好延缓进入衰老与疾病的准备 记者王海龙报道